欢迎来到游戏人笔记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及分享 上三个礼拜五一间 听到这一次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的冠军 阿夸面的韩明 和红庚少年兄 真的吓到 没想到台语的饶舌可以这么好听 后来又听了咖咪B的敦化南路 和我个人很喜欢他的冠军赛组曲 这些歌很多都是百万观看数 连结我放在内容里 自己平常听音乐算是蛮杂的 中英文流行歌啊 爵士 韩国K-POP都听 不过在健身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听有节奏的歌 这些有节奏的歌通常会搭配饶舌的歌词 甚至本身就是饶舌的歌 只是这些歌都是英文比较多 总感觉节奏很棒 但是语言和内容的隔阂 就烧不到洋处 就是没有那种感动 直到这次被台湾饶舌修到 原来台语或者中文的饶舌也可以这么厉害 过去关于嘻哈饶舌 不论是国外还是台湾 跟主流音乐比起来都还算是小众 但是这几年各国的饶舌节目吸引了很多观众 嘻哈也变成重要的流行文化 在台湾饶舌歌手蛋堡和熊仔 也都得过警局奖 老实说在这之前 节目和歌手我都很不熟 不知道大家对饶舌的印象是什么 是一直骂脏话 充满性 毒品 枪 吵到不行 家长如果看到小孩在听饶舌 应该会蛮担心的 连我自己应该也是 因为过去听英文的饶舌歌 整首歌都听不懂 唯一听得懂的就是脏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次试着把我研究的过程和心得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专家发现我讲的有不适当的地方 欢迎在留言区指教或补充 一开始在网络找中文资料 发现关于饶舌资料少得可怜 英文资料念起来又太慢 所以我就去直接找书了 发现有一本作者韩森写的 来韩老师这里学饶舌 买来看以后发现几乎想要知道的都在里面了 还访问了很多台湾饶舌界里有名的歌手 大家如果对饶舌有兴趣 可以找来看看 首先呢来分享一下我自己之前一直搞不懂的问题 饶舌就是嘻哈吗 根据维基百科呢 饶舌其实包括在嘻哈里 嘻哈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hiphop 它是一种文化表现 包括了饶舌 DJ 霹雳舞 涂鸦 一开始其实并没有hiphop这个名词 整个文化的起源呢 是从1973年 大概就是民国62年吧 想不到吧 嘻哈文化竟然这么年轻 那时候美国纽约 一个亚买加移民的年轻人 他的艺名是DJ Kuo Herc 因为他在妹妹办的派对上 首次用了两张唱盘 放了两张一样的放客音乐的唱片 然后他延长歌曲里面的Black Beat 翻译叫做尖奏或者是碎拍 意思就是把歌里面的过门节奏一直延长 形成一个loop loop就是循环 那时候很多爱跳舞的人呢 也都在这个节奏段落里跳舞 所以他们被称叫Black Boy 简称就是B-Boy 后来彼此之间很多元素增加又演化 就变成了Rap 饶舌 跳舞和涂鸦 至于hiphop这个名词呢 是直到1978年 饶舌歌手MC Cowboy 为了跟他当兵的朋友开玩笑 用hiphop形容军队的那种踏步的声音 后来这个词呢 被这个文化里面的人大量采用宣传 就变成嘻哈的名词了 经过了这几年的演变 其实Rap和hiphop的界线也慢慢模糊 那Rap和念歌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不一样是Rap要配合节奏 注重押韵 而且大量利用礼语暗语等 至于我们讲的饶舌是怎么来的 依照书中的叙述 似乎是于澄庆在1987年的报告班章里 把Rap和饶舌连结在一起 但是这首歌算是实验性音乐 不算是以嘻哈为主的歌 我为了更了解嘻哈和饶舌的历史 最近看了迪士尼频道的 《武当邦成名录》和Netflix的嘻哈演化时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那时候是以黑人为主的嘻哈文化 贫穷啊枪支和毒品 就是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日常 甚至很多饶舌歌手原本就是在卖毒品的 不然就是帮派的 所以歌词充满脏话和那些我们 很不想让小孩子听到的东西 也因此至少我自己听到那些歌 虽然节奏好听啊 唱得很赞 技巧很炫 还是没办法感动起来 因为我们就不是那个文化或生活圈出来的 所以书中有提到 早期有一些学饶舌的人 硬要模仿美国的嘻哈或饶舌 就有点不伦不类 因为说不定这些人只是补习班的学生 那作者提到他喜欢嘻哈的原因是 嘻哈Keep it real 保持真实 书中提到了MC Hard Dog和大只的13号天使 歌词内容就不提了 有兴趣可以Google一下 反正就是在讲酒店小姐 很多事情我们一般不太想拿到台面上提 但是嘻哈文化里 如果这个是事实 就是会拿出来唱 所以有一些人呢 为负心词强说丑 硬为了骂而骂 明明生活里也没接触到枪 也没有什么毒品 硬要提 那也不是嘻哈 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我这阵子听的 台湾饶舌歌的歌词 我自己是没有全部听啊 只能听我自己喜欢的 这些歌里呢 大部分都不太提到枪和毒品 比较像是年轻一代 对父母 社会 对于他们的期望或框架的反馈 还是描述一些社会的事件 相较美国早期的硬派饶舌 风格真的差蛮多的 不过多多少少都比较呛一点 我想这个跟饶舌的起源 还是有相关啊 就我个人而言 还是喜欢中文的饶舌 毕竟看得懂歌词 为什么我说看得懂 不是说听得懂 老师说这个唱那么快呢 我自己是要看歌词 才知道在唱什么 再来介绍几个饶舌的名词 这样如果你小孩在听饶舌呢 还是说听到年轻人在聊 你就会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第一个是节拍 这是饶舌的基础 为什么饶舌听一听 不自觉都会跟着点头啊 手跟着摆 就是饶舌很重视歌词 要唱在牌子上 所以有些快嘴的饶舌歌手 可以在快节拍下唱好几个字 而且可以对到牌子上 听起来就是很过瘾 再过来就是押韵 为什么饶舌歌这么多字 听起来还蛮顺的 因为大部分的饶舌歌词 都有押韵 甚至不只是押最后一个字 还会押在句子里面 所以有双韵 三韵 还有更多的韵 这些就很专业了 有兴趣的就看那一本书吧 所以我觉得饶舌歌词 要写得好 还是要懂很多字啊 或礼语 词汇要够啊 不然要写这些押韵的歌词 不容易啊 Flow字面上就是流动嘛 如果有看饶舌比赛 评审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这个 我看各家的解释 觉得好像也没有一定的解释 我自己觉得比较像是一种流畅的感觉 可是饶舌的流畅 也不是说从头连到尾啊 或连到尾 有时候必要的停顿或变化 反而更流畅 也包括唱歌的高音啊 编曲等等 这是我自己觉得啦 如果大家对Flow有更好的形容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那还有Verse Verse其实原本应该是诗句的意思 那在Rap里面呢 他就所谓的主歌啊 会有几段的主歌 还有Punch Line Punch就是拳击里面的打拳 所以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梗或爆点 这和演讲或讲笑话有点像 一首饶舌唱了一大串 就会在某个点 让你印象深刻 那你会常常听到Diss啊 我Diss你 谁Diss谁这样子 Diss其实是一个礼语 从Disrespect来 就是不尊重的意思 换句话说就是 用Rap来攻击别人啊 所以你会看到饶舌比赛 都会安排这种battle这种桥段 用Rap打架 不知道讲完这一些呢 大家对嘻哈或饶舌 有没有更了解一点 其实饶舌音乐虽然年轻 但是背后的历史和知识分类 非常丰富 一时间是讲不完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我喜欢嘻哈文化代表的自由和真实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饶舌歌类型 现在甚至还有所谓福音饶舌 也不一定都是那么呛辣的形式 对我这种不是那么hardcore的听众呢 选择自己喜欢的歌 看看歌词啊 偶尔哼个两句 我觉得就很棒了 那这一集就到这边 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